我请您吃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饮 烧花鸭 烧雏鸡 烧紫鹅 炉猪鹿 酱鸡 腊肉 松花消毒 不行不行 这咱真来不了这个 不过喜欢听现任的朋友一定对这个爆菜棉的灌口不陌生 都是传说中满汉全席里的菜 那么今天咱们吃这家餐厅就和满汉全席多少有点关联 据这楼北京著名的京主菜馆子 创办人是已故的著名玉山世家 宫廷菜传人王熙复老先生 当年他带着徒弟们把上千道宫廷菜或者叫庄管菜还原与恢复 总之吧 这儿的菜您吃着的就是传统与传承 想吃经典老菜来这儿就对了 今儿我们来的是三里头的新店 老店在尽松 您离哪儿近就哪儿得着 两边的菜我都试了 无二 不过新店比老店更气派 三千平米 四十多个包间 装修风格依然沿袭了传统中式设计 整体空间通过造景 借光一步 幻景的空间规划 透过空间序列关系的塑造 传递出十足的东方底蕴 您看餐桌上花团紧促的样貌 那可不是假花啊 都是非遗记忆的面素 包房的代客制造也是满汉全席的简化版 迎客茶 进门点心 果桌的干果 鲜果 一样也不少 说到这点心传盘 也就是波波和北京著名的富华斋波波铺 一脉相承 玫瑰酥 贵妃红 孙妮鹅分 白糕 酥子茶食 玫瑰豆蓉酥 看着就地的 冷碟六道 道道可圈可点 抱琴海肠 椒麻青笋 香醇长绒果和素火腿 咱就不多说了 这个马莲肉可有点来头 中方肉是最佳选择 也就是大排后腐类部的肉 这块肉的脂肪组织较多 一层肥肉 一层瘦肉间隔着 最多可达十层 可以说是极品五花肉了 烹煮时用马莲草捆绑而得 肉中渗透着马莲独有的清香 温泼南齐 属于传统的下酒甜食 酸甜脆爽特别利口 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温泼 因为产量稀少 几乎所有餐厅都用山楂代替了 但温泼绝对不是山楂 真正的温泼长图片里这样 生食特别青色 久煮才会使黄色的表皮呈山楂色 味道也与山楂相仿 但果香更加浓郁 这个可是知识点 有小本的可以记一下 水晶虾 现在也很少有餐厅在做了 相对比较繁琐 和做肉皮冻有点类似 碗中再加入马蹄和手工处理过的大青虾 凝聚成皮冻状 外形尤其亮丽 服以料汁食用 Q弹爽脆鲜香惹人 罗汉肚就够忙说了 这可是国宴菜 因成品肉肚层次分明 形似罗汉的肚子而得名 传统的罗汉肚就是猪肚里 塞入去油的猪皮和肥肉肉 煮之后再压制成形 后来有些厨师 也会放入其他一些亮丽的食材 比如胡萝卜青豆木耳等搭配 色彩更加亮丽好看 但不管怎么做 最后一定要紧固不散 光泽透明才是上品 口感也是咸咸适中 醇香浓郁 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热潮里可以说都是功夫菜 油爆双翠真是太绝了 欠汁润泽爽脆滑嫩咸鲜绕舌 要说这猪肚和鸡针都是平常食材 烹炒起来也不难 但为什么这道菜 要被誉为中餐里难度最大的菜式之一呢 就是对火候的要求极为严苛 可以说欠一秒不熟 过一秒则不脆 酱包肉丁也如是 这道菜可是早年间 装馆烤和大厨技能的功夫菜 用的是有着黄金六两之称的猪净肉 一头猪只能做一盘菜 不仅对火候要求高 刀工也需精细 下黄酱的比例尤为关键 酱汁裹住肉丁 好色一层酥脆的外壳 色泽光亮 肉丁软嫩 酱香浓郁中微微带甜 白嘴我都能自己吃一盘 盐爆折头 就不用多说了吧 也是厨师的炫技菜之一 海蛇花 香菜杆 葱丝 姜丝 蒜片 旺火爆炒 干香是成菜的极致标准 芙蓉飞龙这道菜一端上来 就让人眼前一亮有没有 这也是一道结合了特定食材 和烹饪技巧的传统菜 飞龙现在不能吃了 用乳鸽替代 搭配海参 虾仁等食材同炒 咸鲜中有幽香 芙蓉则是用蛋清锁棚 做成花朵状 置于紫苏叶上 鱼紫酱点缀 煞是好看 香比较芙蓉炒蟹 就更加豪横且直接 诱人的红白香煎 上桌再浇上大红折醋 一勺子快下入口 真是满满的幸福 莲蓬豆腐与之 有一曲同工之妙 这菜吧 看似是素菜 其实豆腐里还有乾坤 猪肉 鸡肉 青豆 鸡蛋筋 打成三鲜馅 酿入豆腐做的象形莲蓬里 入口滑嫩 咬开是若隐若欠的鲜嫩感 真的 开始都有点不忍下嘴呢 大炒肉 炖海参 绝对是宫廷菜的代表之一啊 是清宫 节刺 照常 善抵当里 可查的菜式 之前听王熙复先生讲过 大炒肉属于颇酱起锅的菜式 而炖海参 您也可以理解为烧海参 就是大炒肉加酱汤与海参同炖 让海参充分吸收肉汤的滋味 咸鲜中酱香味十足 今天这个菜 用的是自己发的黄玉参 大炒肉也切成了肉丁状 若是浇在米饭上 我觉得 哎呀 我怎么也得量完几步吧 之所以没动米饭这个念头 主要是还有烤鸭 和我心心念的包子少干 还有炉肉馅饼等着呢 能在大型庄馆里吃到地道的包子炒干 这您敢想吗 听说过些日子还要上炉猪火 这也忒卷了嘛 炉肉馅饼你们一定要试啊 香脆鲜润 都没来得及蘸醋 就光牌了 最后我必须要说 这儿的宫廷甜品 就算吃的再饱 也要尝一尝 尤其是我最爱的果子干 杏干 柿饼 莲藕交织在一起的滋味 酸甜开胃的同时 是一种我吃到顶了之后 有种我又行了的感觉 同行的小伙伴 居然还背着我点了隔壁穿赛馆 换花春的油楼糟汤圆 尝了一口 真的 真不错啊 下回来必须尝试大家的穿赛 据说是百年老店的品牌重章哦 如果请奥运冠军吃夜宵 那必须得是咱老北京的炉猪火烧啊 炉猪火烧光三圆 小肠 豆腐 火烧 可以没有废头 我就想问一下 有没有吃炉猪火烧和我一样不要废头的 北京人对炉猪火烧 可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 就算天再热 一碗炉猪火烧也能浸出丝丝良意 满足感 油然而生 吃炉猪火烧 蒜沫 醋和辣椒油 绝不能少 还有一个 炉猪火烧咸了 可真不是毛病啊 挑理 绝不能挑咸的毛病 过去 炉猪火烧店的桌子上 都有一个热水瓶 觉得咸了 您自己倒点水 反正我每次都是吃的 连汤都不剩 其实啊 这家店并不是我最心仪的 我最喜欢的那家 您知道是哪家不 您又喜欢哪家的炉猪火烧呢 上次来守光园香格里拉酒店 还是前几个月的泰国美食节 有粉丝朋友看了视频说 上礼拜来了 但泰国美食节结束了 现在是新加坡美食节 一听这话 我可坐不住了 LASA肉骨茶啥的 可都是咱的最爱啊 一问最后一天 所以冒着霹雳大雨 也得来一趟啊 要说酒店这服务真是没挑 我们到的时候都快收档了 人家硬是又多给出了几个招牌 您看这LASA可以不 大虾鱼丸鱼饼豆泡银鸭鸡蛋一样也不少 粗圆米粉也是好评 关键是汤头 咖喱混合椰浆的汤汁 香气营绕唇齿 入口的咸鲜微辣与回口的一丝甜 超级正点 记得在新加坡吃过一回细米粉的 上桌前用剪刀剪断 拿勺吃也是一绝 肉骨茶也是地道 融合了十几味香辛料熬成的浓汤 浮以炖的软烂脱骨的猪肋排 看着就让人喜欢 其实在新加坡几乎每家专营肉骨茶的餐厅 都有自己的独家配方 食客也都有自己的偏好 我觉得今天这个口味特别适合我 药材味不是很浓 但汤头香浓 撒上香菜清蘸黑酱油 入口就是一个大满足 爱吃油条的必须来一根 您要喜欢配米饭 也是妥妥的饱腹且滋补 海南鸡饭也是棒棒的 不管是不是海南人下南洋 把如此美味带到了新加坡发扬光大 总之好味首先得有好鸡 文成鸡够肥油分也够多 鸡汤和鸡油滋润后的米饭 入口香滑圆润 鸡肉的风雨感更是透彻 黑豉油辣椒酱和姜蓉酱 这三种料汁 绝对是海南鸡饭的灵魂 缺一不可 多重的复合味觉体验 溶于一盘 妥贴的很啊 咖喱鸡也是一个令人忍不住 大块朵鸡的存在 相比泰式和印度咖喱 这个更柔和淡雅 白嘴吃我都能吃半盘 至于香景亭常规的自助餐餐食 花雕酒作为罗世家刺身拼盘 碳烤生蚝 碳烤羊排 烤黄鱼 捞汁小海鲜之类的 一定不能错过 我建议啊 您要是来吃自助 先搞这些 主食碳水茶的先别碰 对你也不行 烤鸭怎么着也得来鸡卷 海天阁原师傅亲自来 指导的技术标准 必须得吃啊 最后要是想来个甜品 除了小瓷缸子里的 特调的一米水 榴莲爱好者至少得来个 装在瓷酸奶罐里的 榴莲提拉米苏 相信吃了没有人说不好 手缸汽水得尝尝 毕竟来手缸园了嘛 作为手缸子弟 我特别要说一点 汽水的味道 真没当年去我爸厂子里 直接拿瓷缸子 打着喝的那个味儿 可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想想 当年那个全都是香精味儿 也不知道怎么 就那么招人稀罕 酒足饭饱 雨还一直下 这不就是留客的理由吗 正好住一晚 北京我唯一没住过的 这家香格里拉 明天再逛逛守光园 守光园 守光园 香格里拉 和我住过的 所有香格里拉酒店都不同 无论是内在和外在的景致 可能因为是在 手缸电力厂原址的改建 在保留了部分原貌前提下 绿植与艺术家的作品 融入其中 这种反差感 无疑是工业遗存 预见热带雨林的极致体现 旧厂房的天车梁 混凝土墙面 滚道都被保留了下来 粗力与精细 冷硬与生机 每一处都充满了 艺术的碰撞与张力 室内空间结构 与细节都很有故事感 随手一拍都很出片 有时间 您真的可以和家人 一起来感受一下 早晨起来天功作美 一个艳阳天 去乡景亭吃把早餐 正好去感受一下 守光园的美好 对了 特别要说一下这的早餐 其实和诸多五星级酒店的 早餐相反 但这儿更有北京味道 我一眼就看上了 大肉面 煎饼和大油条 还有炒干呢 这您受得了吗 出酒店正门 右手就是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 滑雪大跳台 对着三个巨大的 圆柱形冷却塔 溜达过去几分钟 边上还有一个 手缸味道的冷饮摊 大跳台的文创雪糕 18块钱一个 我觉得不值啊 但小朋友喊着要吃 那就值了 现在的大人都是 自己舍不得吃 给孩子买 从来不太含糊的 大跳台边上 是一座治理后的 高炉循环水池 群明湖 这儿的景色是真美 还可以划船 尤其是风和日丽的时候 年轻姑娘小伙 谈个恋爱 有家庭的带着老人孩子 怎么 我觉得都合适 守光园里 还有一处标志性建筑 就是三高炉 绝对的赛博 蓬克风 从大跳台 步行过去 也就900多米 沿途 无论是街景 还是地标 都值得打卡留念 如果您心细的话 是不是发现这儿的路上的景盖 和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 我都想有时间 把园区的每一个景盖 都拍下来做个展览呢 到三高炉 秀池是必经之地 这儿的景致 相比群明湖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儿原来是 存放链铁 循环用水的 现在 绝对是一处 极致景观 一眼望去 水质就特别好 锦里游翼 一点都不怕人 石边 还有一字排开 面朝东南方向的九龙头 这个据说是迁移过来的 原来在秀池东侧 站在三高炉下仰望 真是太壮观了 这个三高 可不是血糖 血脂和血压啊 其实就是三号高炉的意思 白天和晚上看 是各自妩媚 周六周日 可以上去参观啊 门票68元 如果您逛累了 三高炉下面就是香皮坊 这也是香里拉集团 唯一一个独立于酒店之外的餐厅 进门处的一个 挂满各色劳动工具 和零件的艺术墙 我可太喜欢了 据说这些构建 全都是来自于 生产时期的首钢老厂区 简直太酷了 旁边透明玻璃后面 助力着四个巨大的银色酒罐 是香皮坊酿酒的行头 包括专业的糖化设备 反渗透净化设备 发酵间 以及冷藏室 等啤酒酿造设施 由此13款限定的风味精酿 带您酣畅品饮 餐食方面是德系风 大肘子大香肠大汉堡之外 也有诸多西式经典口味 M3和牛眼肉 英式炸鱼薯条 和这里特有的钢串 是我的菜 配着啤酒简直无敌 因为带着小朋友来的 所以迷你安克斯汉堡 和儿童海鲜意面 受到了强烈好评 夏威夷煎饼配冰激凌球 我是一口也没抢着 下次必须得单独再来 过一把大肘子大香肠的饮 我觉得等天气再凉快一点 其实可以坐在露台吃一顿 秀驰吃盼 台眼就是美如画的宫碑格 夜色中灯影变换 想想有多爽吧 多说一句啊 宫碑格可以俯瞰整个首纲园区 您要是想上去游览的话 提前一天小程序预约啊 哇 这是赶紧要盛米饭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冠军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您爱的人 做一道爱吃的菜 黑蜘蛛一段餐厅 我最喜欢的云南菜 红0871的郭江琪师傅 今天又来了 郭老师 刚给我们分享完了剑手青 我们今天来一个云南 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黑三度 郭老师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吧 来 您主位 好嘞 然后我们这边有自炼的猪油 自己炼的 对 还有市场上的猪肉末 对 肉馅 还有来自云南的黑大头 黑大头 这个是我们是用撇了做的吗 对 其实那个市场上 我们可以买大头菜就可以了 对 北方那边 它是拿盐水泡发的 也可以使用 然后这个是 我把它这个切成粒的这种来炒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一个螺丝胶 螺丝胶 OK 那食材就是这样 那我们马上开始加工 郭老师 那这个大头菜 我看这是不是已经切好了您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咸的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前期的加工 这个买回来之后是直接切这种末呢 还是这个我们买回来之后是先来水泡 泡20分钟 然后再来切成粒 切成粒之后呢可以泡一个小时 然后呢它这个把这个盐水 把它去的比较淡一点 然后我们炒制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拿来轻轻的这个 浊一下这个水 现在这个有咸度吗 有 有一点 但不是很咸 嗯 非常清香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这个 原始的这个大头菜要先 水泡20分钟去一下咸度 然后再切成末 再泡一小时 就是这个螺丝胶 我们要切成什么样 螺丝胶的话和这个一样的 然后把它切成粒 那您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怎么切 这个也是就是给大家切成粒 就是跟这个我们肉末 就和这个大头菜这个粒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 它和肉末还有这个黑大头 然后三者都是一个颗粒 颗粒状 为什么叫黑三多 因为它是这种三种食材 都是切的比较小 然后大小均匀 然后橙汁这个黑三多 还有一种是这个红三多 红三多是 红三多的话是加了一点 这个西红柿在里面 哦 西红柿就红三多 那它的炒法是一样的 哎 炒法是一样的 郭忍 我这刀还行吗 可以 这刀可以啊 想要可以煮一下加个微啊 好 其实这个菜挺简单的是不是 对 但是就是非常的下饭 哎 蒜的话得把它剁成这个蒜末 哦 蒜是蒜末 好 哎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全部食材 加工完毕 黑三多 马上开炒 好 锅肉 我们现在把火帮您打开 好嘞 这个锅我们其实已经润了一下 对 现在是大火状态 对 我们下入这个大豆油 大豆油 大豆油 植物油啊 植物油就可以 这个油要稍微的多一点 多一点 对 这一步我们先做什么呢 先把那个肉末把它炒出来 这个油温有什么减着吗 油温的话 在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现在就可以把它这个火调小一点 然后咱们这个下入这个肉馅 来 您把这个给我 这个肉馅我们基本上是半斤左右吧 这个是 对 200克 今天呢 我们的出品是完完全整的黑珍珠一钻餐厅的出品 其实我们上海店是米其林一星和黑珍珠一钻是吧 对 我们深圳店也刚开开 深圳店是三月份刚开业 三月份刚开 红0871啊 北京深圳上海 这个肉末已经熟透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煸的时候 锅中一直开的是小火 好 现在咱们把这个肉末倒出 肉末倒出来 咱们现在就要下入这个猪油 猪油 咱们开大火 大火 没有时间练猪油 多火所以可以不放 对 然后加这个蒜末 现在是 现在已经是小火了 好 先蒜末 蒜末爆香 然后这个螺丝椒 下里头 然后咱可以稍微把这个火调到 因为这个辣椒它大火蒙炒它会碎绿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火调小 嗯 大头蒜 好 继续翻炒 嗯 翻炒这时候还是小火吗 对 小火 嗯 好 咱们这个下入这个 肉末 肉末 嗯 这位可以稍微这个拌匀 嗯 拌匀的话咱们现在开始马胃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火调小 嗯 可以 这个是老抽 老抽 对 起到一个这个上色的作用 这个要多少 来一小勺 够了吧 再来一小点 可以 好 那大概是我们的瓷勺的半勺左右 对 生抽来一勺 生抽一勺 齐了 好嘞 然后稍微来点那个鸡粉 鸡粉再来一点 鸡粉 那我们来四分钟一勺够了吧 够 好 好 好 那我们满味就是老抽生抽和鸡粉 对 现在要开大火了是吗 对 好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这个 再加一点老抽 对 再来半勺 对 炒完出来是一定要有食欲的那种 对 酱油色 咱们出锅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对 OK 出锅喽 哇 这是赶紧要盛米饭了 郭叔 就现在我们的这种状态就跟我们店里的出品是不是一样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锅边的黑珍珠餐厅的红粒霸气药的黑三舵 啊 郭叔我这留了一点 那您还是这边 好嘞 我真的是要尝一尝啊 这个黑三舵要体现什么呢 鲜润 然后蜡香是吗 对 来我尝一下 哇 是不是特别鲜 特别特别的香 而且这个 咸淡度刚刚好 然后这个蜡也恰到好处 那今天我们这个黑珍珠一段餐厅 我最喜欢的云丹菜 红凉八七号的 郭叔我和我们分享的这个黑三舵 成功了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别忘了给我们点的关注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郭叔我非常喜欢吃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店里的小锅米线 小锅米线 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明天我们来做小锅米线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有日子没来卤上卤了 上次来还是刚开业不久 记得那餐饭刚吃完 他就摘得了2023年米其林指南的一星 主厨王浩全熊 更是获得了当年米其林指南 年轻厨师奖的殊荣 所以友朋自远方来 必须用浩克山东的气势 再来吃一顿 今天我们人不多 但包间的服务一样也没少 您看这餐布上的字 喜香包 您来您也有 凉菜四道 山东元素满满 虾油蒜泥低温扇贝 用的是长岛扇贝 低温慢煮的方式 不仅能锁住扇贝的蛋白质 而且让它更加鲜甜和滑嫩 张秋葱拌白云翠耳有点意思 明显是鲁锅的猪耳头 而且挑的都是带软骨的部分 脆口清甜 拌汁入味很深 却丝毫不见汁 妙 青瓜拌戎城海螺 是道传统菜 焦东四大拌之一 温拌技法 青瓜打了花刀 这样能更好的贴附拌汁 呛拌围方萝卜皮 真是很绝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烟台苹果来羊梨 不如围方的萝卜皮 鱼子酱烤鸭 山东煎饼 这种吃法应该是卤上卤的首创了 胃上 片好的鸭肉 坠入鱼子酱 置于小巧的杂粮煎饼之上 又看到熟悉的名字和报奖的话了吧 鸭肉旁边呢 是渤海湾的大虾做的脆片 轻轻一卷 入口就是唇齿流香 极其过瘾 别急啊 这还没完 传统味型的烤鸭 咱还没吃着 人家在保持味型的基础上 用空气春卷的形式迭代了 洋葱和青瓜丁与鸭肉一起裹入春卷 还加了解腻的山楂条 春卷上桌时 再擦上白兰底鹅干 炙热与冰冷交汇 牙齿触碰间的清脆 是入口激化与肥而不腻的交叉 多重的味觉体验 极具满足感 今儿的汤是宾州梨醋会乌鱼蛋 可以说是在传统的技法上 通过调味将整体都有了提升 入口顺滑 乌鱼蛋的鲜在酸不见醋 辣不见胶的调和里显得愈发跳脱 绝了 史创鹅椒葱烧石心海参 这道菜是亚洲大厨区后大师的义子 被大师授牌鲁菜飞夷 第三代传承人的王浩泉兄的原创菜品 用的是活海参 融入了甘质海参烹制上的一些技法 石心海参的经常都保折在了体内 又加入了鹅椒 在滋补的同时味道上也有稍微改变 减了甜度但鲜度更浓 汁名欠量 拌大米饭太渴了 简直是停不下来的感觉 一鲁仙清汤大黄鱼端上来就那么诱人 黄鱼的黄与宫廷油鸡鸡油的黄摇香呼应 黄鱼用山东一鲁仙的手法腌制后 鱼的蒜瓣肉更凸显 入味也更深邃 清蒸后鸡油和鸡汤的浓香融入鱼中 鱼的鲜甜一融入汤里 吃鱼喝汤感觉特别好 九秒蒜爆烟台海肠这个菜我真是太爱了 烟台传统的鱼家菜炒好了不容易 绝对功夫菜 拍蒜和葱段爆锅 调味只加蚝油 火要猛时间要短 九秒出锅 多一秒海肠就不脆了 今儿这个炒的连蒜我都没剩下 来周谢对虾酱烤飞馒豆我必须隆重推荐 这个虾酱和一般理解的虾酱可不同啊 准确的说应该叫虾蟹酱 来周蟹和大对虾加上渤海湾特有的墨和铜炒 那种香气和鲜度 别说普通的虾酱 就算一般的海鲜 我觉得都无法比拟 抹在每天店里炭火现烤的网口装馒豆上 哎呀呀呀 您就琢磨吧 我再怎么形容都不如您来亲自尝一下 卤上卤爆炒腰块绝对是招牌菜 您看样貌这地道是不是 这菜在这儿呢是专人烹炒 特聘的一个老师傅 每天从选料刀法处理 腌制直至烹炒 全他一个人来 别的不干就炒这一道菜 您就说说地不地道吧 长岛鲍鱼 芋糖酱菜 这个也深了啊 我觉得每个美食大都市都会有一个著名的酱园 而几宁的这个有着三百八十余年历史的芋糖 酱疙瘩 风味尤其特别 也加上卤上卤的后续烹炒加值 价廉的酱菜和高档的鲍鱼同炒 真是也是真的有想法啊 而且先爆加工后吃到干爆的口感 也真是有想法 真的用心了 整体来说 酱香浓郁 鲜润可口 一点也不咸 往热气腾腾的炭烤饼里一加 跟您说 不打包都对不起这个做法 最后的主食 您看吃了这么多碳水了 还有主食呢 主食和甜品都和冬瓜的驴相关 驴肉灌汤蒸饺 起先我是拒绝的 但看边上的小伙伴吃那么香 忍不住蘸醋来了一口 哇塞 真是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啊 太香了 酸奶也是用驴奶发酵后 有点类似奶酪的感觉 浇上厄焦调配的一个糖浆 鲜润 浓稠 绵密 我觉得啊 没有人不会爱上它 这一餐真是吃美了啊 而且服务同时在线 我想 不知道明年的米其林指南 鲁上鲁会不会冲一下二型餐厅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盛区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您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今天分享一个夏季里非常好的下酒菜啊 糟鲁 焦白 这个夏天呢 这个季节焦白是非常脆嫩的啊 我们食材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焦白 其实这个焦白呢 它分夏秋两季啊 秋天和夏天的焦白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把外皮已经给它去掉了 然后其实加工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需要 把这个再给它去一下 然后我们放在一个器皿里边 我们需要蒸一下啊 这个呢 我们不用任何的调味料 我们现在就是只是把它 你看 设计师是不是非常嫩 对 感觉 感觉我们的刀怎么样 非常快 这个是 随手刀啊 想要 主要有个胃 可以加一下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就依次把它给 稍微清理一下 放到蒸箱里就可以了 蒸箱里蒸多长时间 十到十五分钟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蒸箱里面 来 我们定一下时 十二分钟吧 来 开始 马上回来 好 时间到了啊 来 我们看一眼 哇 我们这个蒸了十二分钟 应该是可以了啊 大家 蒸这个要注意安全 就是这种状态 来看一眼 好 现在我们回到砧板处 真的挺烫的啊 大家在家里边做 真的要注意安全 来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蒸完的这个胶白 还是有一点水啊 我们 感觉一下 感觉 非常的爽 其实现在 原则上已经可以直接吃了 就是这种状态 蘸点海盐 撒点胡椒 是非常甜美的 就是这种状态 自然晾凉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自然晾凉之后 我们手撕 我们用手撕的方式 就是让它 在浸泡糟糕的时候 让它更加的入味 好 那我们晾凉 马上回来 好 那现在我们这胶白 基本上凉了啊 凉了之后 就让我们用手撕的形式啊 来 其实就是随意 来 感觉一下 其实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把它撕成小条 其实 大家家里如果要是有冰的话 还可以放在这个冰里面 外边有这个老皮 然后把它给去一下 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啊 可以不规则 如果要是在餐厅吃的话呢 就相对贵罪一点 但是在家里 我觉得没有所谓了 这个菜 是不是感觉 真的是有手就能做 那你一定要试试啊 教个作业 好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在冰里镇一下 好 我们又给它在冰箱里 冰冻了 半个小时啊 来 就是这种状态 来 我们 其实现在也不用吸水了 就直接 换一个 器皿 现在这一打开 这个还是一股清香味 是不是 对 如果大家 不喜欢这个用糟卤的话 现在这种状态 放点盐 放点胡椒粉一撒 真的是就可以吃了啊 那我们这个糟卤呢 跟去年一样 还是就是用这种皮装的 糟卤的量是多少 我们 不用加水啊 一定不用加水 糟卤就是 把这个焦白 没过它就可以 轻轻地没过它 就是这种状态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 刚才说了 一般的糟卤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 加入一点 鱼露 这个鱼露也是很咸的啊 鱼露的量 大概我们瓷勺的一勺 就是借助一点它的风味 这个现在 香气已经出来了 我们用保鲜膜给它盖紧 因为这个是我们直接食用的 然后一定要拿保鲜膜盖上 然后放进冰箱 我们要注意 尤其是夏天 注意食品安全 好 我们四个小时之后 马上回来看看什么效果 四个小时过去了啊 素的食材 时间也不宜太长 如果太长了 它这个咸度 也是会非常咸的啊 一开这个 就除了糟卤的香气 然后这个焦白的这个清香感 也出来了 其实就是这种 我们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其实我们就简单的 往盘子里摆一下就可以了啊 来点绿色 来不来都没有所谓啊 其实我们之前去那个餐厅 人家就是直接端一盘上 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感觉 我拿手 可能大家看的会更加清除一点 把它给掰开 现在这个糟卤的香气 是非常浓郁的啊 就是这种状态 糟卤的香气 我们加了一点点鱼露啊 就是这种 复合的感觉真的是 很微妙 刚刚好 四个小时正是刚刚好 这个时间我觉得不能再长了 好 那我们今天比较适合夏天的味道 夏天的这个焦白 成功了 道路 您学坏了 别忘了给您爱的人做起来 喜欢我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观众 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就是这样 哎对了 还有一个 这个焦白的汁 其实您要是回忆一下 我们去年的那个视频 放点花生毛豆 接着卤下去 也是可以的啊 可以反复用两到三次 都没有问题 好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